微婚 大大 你是得奇 大大你是 聰明的 大大你是勁的 大大你是智大的 天上天下為你獨尊 事關大大 最近就摔出了一句金句 就是 玩火必自焚 後面就說玩火者必自焚 玩火自焚 全部都出來了 玩火者必自焚 這五個字是用來針對 這個沙利婆佩洛西的 用來兇他的 啊 勢力 兇了一個大大 多然是千枝 真是勢力 真龍託勢 話未完就應了 不過 就不是應在佩洛西身上 是應在一眾公眾公高幹 還有他們的 老婆呀 小三呀 子女呀 便宜仔女呀 那些身上呀 哇 這趟真是沒有最西子 更西呀 可以說更西過澳洲的Boomerang 澳洲的回歷彪 即是因為西下西下到台來是西親自己 砰 弄傷自己呀 當然啦 以大大這麼肯英明 以大大這麼肯神武 自然不排除 他是故意這樣做的 嗯 想乘機 玩一招 要借刀殺 人 借佩洛西把刀 殺他的黨內的陳家 哎呀 但是 好壞不壞呀 不過要信歷史 終於有五千年歷史嘛 歷史真是 零頭多於美利堅 你是美利劉 不是美利堅 但是 美利劉是在中環的 嘿嘿 真是不是美利堅 總之歷史千年又告訴我們 大大這樣搞法呢 不單止不行 還隨時會 玩死自己呀 陰共著 是不是 哎呀 事情 樹錦的 話說前日 即是8月5號 那就下午 4點15分 中國外交部 就發稿 在網站上 網頁上發稿 發稿 全文照錄 全句很短的 告訴大家 就是什麼呢 各位 試錦的 美國國會眾議長 佩洛西 不顧中方 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 執意揣台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嚴重踐踏一個中國原則 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 五個嚴重 然後就說 針對佩洛西惡劣挑釁行徑 挑呀 你挑我嘛 針對佩洛西惡意挑釁行徑 縱貨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 對佩洛西 及其籍系親屬 採取制裁措施 這些籍系親屬都包含 七婆真是不用去 哪都不用去 如果玩反制 兩個兒子哪都不用去 總之怎麼說都好 首先 中國吵架的部 一口氣數了五個嚴重 去剷佩洛西 我真是好像一個 不懂英文的鄉下佬 鄉下吐豪劣身 不准那個鬼婆去隔離村 台灣村那裏大灣村那裏 是講英文一樣 不行呀 鬼婆只會講英文而已 你搞甚麼呀 或者真是認真奇妮到沒有朋友 然後 中國吵架部就說 中方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 甚麼有關法律 剛才大佬 有這個世上有無關法律的嗎 真的呀 真是好像誤會 不必要的誤會 當然是不必要的 有些必要的誤會 總之 根據甚麼有關法律 他告訴你 甚麼解構 你連連那條法例都說不出 甚麼有關 你不是一種部署好了嗎 是為言之不語的嗎 不是為一組 你不會坐自不利的嗎 漾漾大國來的嘛 是不是 依法治國的 超級大強國來的嘛 取代美帝的了嘛 世界第一強國來的嘛 因甚麼解構可以那麼狠氣的呢 不可以的呀 照這樣看 越來越像是甚麼呢 中國吵架部部長黃毅 這個擲頭戰狼 似乎這一次真是 你見他 發 爛渣就知道了 是不是 即是哪有甚麼意思 原來真是之前都沒有跟大大講 美帝的國務卿布林肯 早在7月9號 G20 G20 外長會議期間 跟他交代了佩洛莎肯定會台灣這壇 後來爆了出來 國務院爆了出來 白宮那邊爆了出來 我講了給他聽 佩洛莎一定會去的 整個月前講給他聽的了 你沒事吧 是不是 然後大大 又跟拜登 報電話 好像沒有事 是否即是沒有告訴大大 或者是甚麼呢 你在這 即是 怎麼說呢 不是解傳聖節 是欺君 欺騙皇上 那怎麼搞呢 是不是 隱瞞皇上 隱瞞這些東西 那怎麼搞呢 王毅當然是假裝了 我沒有啊不是啊 真的不是啊 亂來 於是扮好硬 要發瘋了 要扮好 就是向佛洛莎 覆槍 或是大大懦打的 當然是 但是 扔頭籃的嘛 扔到字紙屁上的嘛 啊 總之他說 很囂張的 是廢 廢字一張 這樣啊 是不是 好了 所以你看到中國吵架部最後還殺有介紹 對佩洛西 及其直系親屬 採取制裁措施 大哥啊 你連甚麼制裁措施都說不出 那怎麼算是急 人民所急呢 那怎麼算是急 數以億計小分紅所急呢 那怎麼算是急 數以億計的玻璃心所急呢 大哥 現在在吵的嘛 你敢不痛啊 制裁你甚麼呢 是不是 喂 你脫了那些衣服都在用制裁 你不敢啊 就是這樣啊 那怎麼搞呢 或者呢 將他改頭後面出寫真集都是制裁呀 佩洛西那些 哇 怎麼搞錯 那麼哭啊 哭都是害怕的 是不是 你搞甚麼呢 真是沒有了道啊 即是怎麼搞啊 既然是這樣呢 就讓小弟補回一些些 料給大家啦 一聽完就知道真是沒有了道的 那根據以往的慣例 什麼對付蓬佩奧啊那些呢 即是前國務卿 中共對美國政客的那些所謂的制裁措施呢 通常都不外乎 禁止他們入境 那些請我也不來啦 是不是 扣押在華資產 扣押在大陸的資產 不可能在上海買個樓的嘛 蓬佩奧不可能 佩洛西也不可能啦 也不可能在江門買一層樓啦 是不是 在碧桂園那裏買一層樓 做人小的 在那裏退休嗎 養老嗎 不會的嘛 是不是 唉呀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 這些所謂的制裁 制裁的美國政客呢 他們絕大部份都是無端無端的 和中國無端無端的 所以啦 所謂的制裁 對他們來說呢 如果套養現在 小弟在台灣都 超過半年 台灣人很喜歡說一句話 口頭閃 就是一般叫做有堅 有些情況叫做 虎堅 有感和無感 有感覺和無感覺 這個是虎堅呀 無感覺呀 唉真是慘 難怪佩洛西 這件事出了以後 我呢 真的得嘆笑 哎呀真是 佩洛西十四 那個十六歲的孫子 在一封回覆傳媒查詢的email裡面就說 咦 我是不是應該害怕呢 他們就是中共會怎麼做呢 難道真的取消我的TikTok的 戶口 我告訴大家 我沒有啦 我沒有TikTok戶口 對不起啦 就是這樣啊 哈哈哈 真是耍耍 就是你怎麼制裁 你那個孫子也能拒絕你啦 你真是瘋狂的 真是瘋狂的 真是 哎呀 瘋狂瘋狂的 不只瘋狂的 相反 中國喊交部 搞了這些事情呢 一個不小心搞到美帝要玩大報復 要玩復卓 反制你呢 要制裁一眾的中共高官呢 禁止中共高官的那些子女去美國讀書 和禁止中共高官呢 那些老婆呀 小三呀 小四呀 小什麼呀 就在美國做keeper 幫我們keep住了那些美國資產 看實了那些美國資產 以此 索性凍結了那些中共高官呢 在美國的資產 那麼這隻瘋狂 真是大大瘋 這隻瘋狂就真是比全世界最大的瘋狂 天文望遠鏡 那個叫中國 天眼 現在說中國師眼都可以了 甚至乎可以說 你真的這樣搞 你一眾中共高官呢 真的在聯合主演 哇 聯合主演什麼 玩火自焚 你其實就玩火自焚 你認了大大那句呀 事關早在2011年 新浪微博的時候呢 曾經有一則 很快就被下架的消息 就透露 美國政府統計 不過被人抓低了 美國政府統計 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 包含了已退休的部級以上的官員 的兒子背裏面 有74.5% 即是差不多七成半 即是四個有三個 那些兒子裏面 就已經有美國綠克 或者美國公民的身份 在那些孫兒子背裏面 更厲害 有美國公民身份的 就更加高達 是90 超過91 超過九成的 91% 即100個有超過91個 是已經做了美國公民 哇 你說多厲害 去哈佛大學 讀書 去史丹福大學 游泳 就是那種 去哈佛大學政法 去史丹福大學 游泳 是不是 那些呢 很厲害 就是這些 是不是 這個 去麻省理工大學 隔壁那個 椰省理工大學 那裏讀書 遊客什麼都好 即是你現在 這樣搞不好 不能去讀書 或者他們都可能要做keeper 的嘛 即是薄瓜瓜都拿著幾百的美金 聽說 這樣嘛 即是說呢 如果美帝不給那班高幹的子孫 去美國的話呢 那真是 對那班高幹來講 你跟廚紙廚書 搞到廚紙廚書有什麼分別 好慘啊 你真是很老實 在中共那裏做官 很大壓力的嘛 隨時一天全部都散 現在那麼辛苦做什麼 那麼辛苦做貪官 為什麼呢 都是為了未來 未來就是為了那些子子孫說 我犧牲自己 我這一代玩完了 下一代你做美國人 下一代再做美國人 一路做美國人 打回來轉頭都可以 不要啊 不要理我啦 即是那種 絕之處孫 這樣嘛 絕之處孫 跟你死過 真是 而那班中共高幹呢 如果這個長遠一點 絕之處孫 小小就是長遠幾年 那這班中共即時撒孫是什麼呢 就是美帝 如果真是宣佈 凍結一眾 中共高幹在美國的資產 跟著其他什麼英國勞盟 有樣學樣的話呢 那你真是 大領羅 不用說那麼多 只是說一個例子啦 大家又立即明白了 那麼聰明 立即明白了 話說2019年8月初 幾年前 就是 三年前 中共第十一屆 和第十二屆 全國政業委員 這個財政部 財科所 原所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 研究院的首席經濟學家 他叫 賈康 賈康教授 轉化了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瑞士銀行公佈的消息說 100個中國人存款 總共 是有 7萬 8千億人民幣的 大約等於 1萬1千億 美金 也都是大約等於 8萬6千億港幣 你說多厲害 什麼事呢 都不會數多少個零 又是100個戶口 這真是冰山一國 100個戶口 冰山一國 在臉上 你看看 幾搭水 那些人 怎麼會公佈呢 真是好笑 因為 2013年 維基解密 中國物件 就披露 披露出一些 中共的高官 在瑞士銀行 剛才那個 100個中國人存款 有8萬6千港幣 現在又公佈 在瑞士銀行大概有多少個 戶口 多少個賬戶 就5千個 中共的高官 其中3分之2 大約3千3百多個 的賬戶 是中共中央的官員 封疆大利 真是勢 說了又說 5千這個數 亦都很符合 之前很多中國問題專家 都有說過的 就是中國權貴家族 大約是5千個 這個說法 果然就是 最有權的 亦都最有錢 你說 中共現在玩佩洛西 簡直等於 是玩火自焚 就是玩死自己 是不是 當然 制裁佩洛西 跟他的直系親屬 這條絲 絲絲 小弟不排除 是大大的主意 中國外交部 那麼簡單 是大大的主意 事關 華爾街日報草前 放風華 爆料說 中共中央 在3月份 一項內部指令 一個內部指令 要求 部級以上的高官 和他們的親屬 是不可以擁有海外的資產 這項消息 大家都應該聽過一下 總之這項消息一出 即時笑肯死很多人 即是笑死人沒命賠那一隻 即是那一隻 事關 賊喊束賊 大家都經常聽的 但是 賊舉報自己 賊說自己是賊 賊去自首 真的很少見 沒有的 十年都不逢一潤那一隻 即是 誰會有呢 貪官會主動 申報自己 和老婆子女 小三的海外 資產呢 老大大 不會的 他做過中聯辦主任 都是覺得 皮靈兩皮的港幣 那怎可能在海外 有一棟酒店 或者他老婆在海外 竟然有一百億 沒可能的 你叫我公佈 傻的 當然不會公佈 會告訴你 一定是門 怎麼都不認數的嘛 除非真是壽星公吊頸 而命長的 那怎會說呢 那是傻氣的 所以 連阿水都猜到 你這個命令 你大大地下聖子法 即是跟 西貢吃海鮮吃聖子沒有什麼分別 撿了一聲就沒有了 甚至乎可以說跟 青山精神病院去青山那裏 找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什麼意思是青山找人 去青山找人 正一是 採你那個人都傻了 你真是 跟青山找人 沒有分別的 我去青山找朱鎔基 然後 採你那個人 我就是朱鎔基 原來是屈文豪 原來 那一種 你信不信呢 採你那個人都傻的 真是 就沒有可能 於是 大大又想出這條 借刀殺人 即是 所謂借佩洛西 借制裁佩洛西 去激美帝 制裁一眾 中共高官 借佩洛西拔刀 去殺 他的親家 那就可以做到出口轉內燒 親家要吃招 是 你說多好呢 好就好了 不過不合了 一樣都是不合了 都是思考來的 一來 美帝不會中招 他都要想過度過 是吧 拜登都要 想一下 怎麼算的 是吧 你又爆炸我兒子的壞事 都要算一下 美帝未必會中招 就中招都未必是這樣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更加重要的是即使美帝中招 給你 他真的這樣制裁了 現在的歷史先例 要交為成功的 真是 反到貪腐 搞好理智 一定是要玩到 懂得玩平衡 平衡國方利益才行的 而經典成功人士 就是 外申國羅 人真 雍正王 但是 大家看過二月豪的小說 或者看過央視電視劇 改編的電視劇 改二月豪的小說 雍正王朝的朋友 都可能會還記得一下 雍正 做了皇帝之後 為了掃除康熙 他百億多年積下來的 貪腐漏襲 永不家父 諸如此類 你吃屎嗎 雍正為了他這樣做 又真的要 改革好理智 但是呢 又知道 如果這樣 又未必都是 那些文武百官 就是 沒口吃的時候 都是陽奉陰為 不但 甚至 消極反抗的 會這樣的 所以他一方面實施火號歸功 以前的銀 要 捐了銀 要整體一大塊一大塊的銀 融了那些銀 融成一大塊一大塊 如果你看金虎 融成一大塊金磚 要融成一大塊一大塊銀磚 用火燒銀磚的時候 會消耗的 通常一兩個percent 越消越多 那他就在那裡刻購了 只剩下多少 一百兩銀 弄了做銀磚 原本說一般火號 只剩下九十八兩 現在不行了 火號很厲害 火的消耗 只剩下九十五兩 每一塊銀磚 刻購了三銀兩 一塊就三銀三兩 十塊就三十兩 很多的 現在要火號歸功 火消耗了的東西 其實是刻購了一些 歸去中央政府 歸功的意思 不是做歸功歸婆 真的要歸回 阿公那裡 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 就知道你這樣 那些傢伙沒有一口好吃 就不方會做到事 不方會 糞巢 於是就出了 所謂養廉銀 養廉銀 簡單來說 雍正一方面 將地方官員 刻購的 公家銀兩 這個 漏規 是甲材 那時候叫漏規 但是就是不成文規矩 就是甲材 但是 他也都知道 他這樣做的話 地方官員根本沒有一口好吃 事關清朝的 那些薪金 那些官的薪金 是出生命低的 情形和現在 我們偉大祖國 一 那些高幹都是 只有薪金 就是 劏房也不夠租的 怎麼可能呢 那一定是貪 只要捐工捐奶 賺收入 這個燒銀 又燒多些 那個又怎樣 那些 另外雍正選擇什麼 攤釘入 不要說了 簡單的說 這樣的例子 大家容易明白 結果自然是無官不貪 總之就是這樣 而雍正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的 我搞出來 自己弄個大頭髮出來 不行的 於是推出 所謂的養廉銀 就是高薪養廉 意思 大家都明白 補貼地方官員 在火號歸功的損失 在其他漏規的損失 從而達到高薪養廉的效果 你那裏 不見了一球 我給你 一球 或者你那裏不見了十球 我給你九球 未必給得完的 但是都不錯啦 就是那種 由此可見 改革利子的不義法門 是一定要 像雍正 要懂得玩平衡利益 你不懂得玩平衡 就從平衡壞掉下來的 那 不然就肯定只有港節 生草藥 這樣說就說 做不到什麼出來的 就是跟這個康糧 百日為新 沒有分別的 那次出了幾百個命令出來 沒有過的 那你怎麼教 是不是 當然後來 慈禧太后 拿回拳之後 有些就殺了 譬如廢科舉那些 那 那 你如果要喊 不單止只有港節 還會消極抵抗 楊鳳欣慰 什麼都好 情形就好像明朝末年 文武 國官根本就不理會 皇帝 比起崇禎 崇禎本已經想跟李慈澄 講和 那個個文武國官 你傻的 要我做漢奸 或者要我做奸仔 做奸臣 那就是那種 啊 那個個都不做事 是不是 就是躺平 用回現在字眼就是 是不是 不作為 是不是 結果 變相攬炒 攬住死 是不是 你自行走進來撒進來就搞定 跟著這個王太極 一直打打打打 跟著多爾菌打進來 是不是 帶著順子打進來就搞定了 是不是 恭喜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中共還 需要多前重 更加無法治 原因就是 一黨專政的本質 只會大大這樣 大大大大大 再長了 這個權力尋租 Rank seeking 即是有權就有權 越大權就越多權 一定是以權謀私的 那你又沒有權 你找到那麼多權 為甚麼 升官當然是為了發財 所以你多高生養年都沒有用的 即使現在大陸出過養年銀 都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因為那個 那個差異 那個差別太大 那個差距太大 是不是 事關於當今世上根本沒有一份政府工呢 是可以找到一千幾百億 限定一個張木頭 或者一個 員委書記 可能都 大家看大陸的新聞都知道 都可以貪幾十億 你不要說到甚麼 大赤江家族 溫家寶家族 這些 大赤江那些 五千億美金 已經有他的家族 甚至不止 溫家寶都過千億美金 那你怎麼搞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沒得搞的 那個 差距太大 更何況 中共是有 過億 幹部 黨員也有九千幾萬 有些不是港元都做到幹部的嘛 是不是 根本沒有可能搞高薪養廉 一人 加一萬元的薪金都不行 但是你不加一萬元的薪金 你根本沒有可能要高薪 談不上高薪 是不是 那你怎麼搞啊 不能搞啊 怎麼搞啊 是不是 那就是 那就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什麼 等於叫做 馬統的 終極天職 什麼叫馬統的終極天職呢 就是 等死 馬統的終極天職 就是等死呀 哎呀 真是中共真是 有好一個馬統的 終極天職 等死呀 真的除了講恭喜 都不知道講什麼好咯 恭喜恭喜 好了 那今集就講到這裏了 那就 亦都又是要講一次啦 不好意思啊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就是 月初呢 那通常都說 Patreon那裏那裏的訂戶 是毛尼拉費 不見了幾十個的 那好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那就去Patreon那裏做訂戶 或者逐訂了 那個網子呢 就是如果 不準 打完全清呢 是www.patreon.com Patreon Patreon Batreon .com Slash 就是斜棍 p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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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次 或者大家在Google 直接search 品義郵報 ad Patreon 那就行了 另外再想簡單一點 這位角色其色都可以進入我的戶口 會封的戶口 還可以 戶口號碼是658-097-878-838 是658-097-878-838 總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錄入 繼續堅持 多謝大家 多謝 拜拜